大家好 我是唐碧霞師傅 蜘蛛樂麗 我會逐個新潮跟大家說說 屬鼠的朋友來到兔年 你今年犯太歲的新潮 而你所犯的太歲就叫形太歲 今年屬鼠的朋友就是子貌雙營的新潮 對於人際關係方面有機會出現倒退 屬鼠的朋友在充足方面千萬不要無心之失而得罪人 同一時間 屬鼠的朋友特別是女性容易出現苦方問題 所以新一年也建議鼠女可以提前做一個詳細的苦方檢查 可以以防萬一 同一時間 今年也是屬鼠的朋友多勞多德年份 所以今年付出方面一定會有收穫 整體運程來說也相當不錯 因為屬鼠的朋友今年是正桃花的新潮 今年見到一個紅亂桃花星 紅亂桃花星就是正桃花星 所以未結婚的鼠仔鼠女 今年很容易遇到合適對象 但結婚的朋友由於見到有閒詞桃花星 又見到紅亂又見到閒詞 所以新一年的桃花來說也比較旺盛 同一時間也見到有閒詞桃花星 閒詞桃花星就是一顆霧水的情願桃花星 所以無論是正桃花星和霧水情願的桃花星也比較重 結婚的朋友千萬不要和伴侶以外的異性太過熱情 否則很容易桃花結 另外吉星方面也見到有六分吉星 六分吉星也代表朝廷俸錄的意思 所以新一年屬於朋友仔也容易升職加人工的機會 同一時間也見到天德和福星 這兩顆吉星也代表上天之德和福氣悶悶的意思 所以屬於朋友仔新一年開了掛一樣 做事方面如有神在很多人幫忙你的意思 雖然吉星比較多 不過空星方面也不可以忽視 空星方面也見到有捲舌星 捲舌星也代表一顆口舌是非比較多的星 再加上今年范太歲的新潮 所以做事方面容易得罪人 人際關係也要特別小心 另外也見到一個披麻空星 披麻空星代表健康運 加窄運比較不太好 所以屬於朋友仔平時可以做多些善事 亦可以為你家屬於小型家具提升到的加窄運 自然健康方面不需要太過擔心 來到偷戀屬牛的朋友仔 你今年跟太歲無衝無合 整體運程來說也比較平穩 同一時間今年也是你的財運年 所以賺錢方面也會比較順利 整體來說財運也相當不錯 不過可惜屬於女朋友仔 今年一顆吉星都見不到 吉星方面欠鳳相反 空星方面也比較多 第一時間見到有吊客空星 吊客空星也代表容易有小危險或小災禍 所以新一年屬牛的朋友仔 千萬不要參與任何高危險性活動 例如跳崩珠蹿 或者玩高危險性機動遊戲方面 絕對不適合 同一時間見到有天狗空星 天狗空星也代表著 很容易在財運方面有少少損失 所以屬牛的朋友仔 在投資方面真的要抹大眼睛看清楚 千萬不要亂相信別人的意見來投資 同一時間天狗星也代表著 容易被小動物弄傷 假設你家裡又養貓貓狗狗 一定要留意牠們的性格 千萬不要亂摸牠們 否則容易被小動物弄傷 同一時間見到有寡宿星 正所謂男記孤神女記寡宿 所以新一年屬牛的朋友仔 感情運方面不算太好 因為寡宿星代表著 經常都覺得伴侶不太了解自己 經常有些事就收收埋埋 所以在這裡都建議 屬牛的朋友仔有些甚麼 也不妨開心見誠 直接跟你的伴侶說 感情運方面自然會越來越好 恭喜你屬虎的朋友仔 因為來到套年終於都脫離去年犯太歲的影響 由於去年你是犯太歲的生肖 所以無論在感情上 事宜方面 金錢 住屋甚至健康都可能會有少少變化 來到新一年整體運程來說 亦是比較平穩很多 同一時間 今年亦是你們的貴隱年 相信你們亦容易貴隱幫助你們 所以新一年的事宜方面相當不錯 因為吉星方面見到金玉星 金玉星亦代表著一粒財星 所以新一年無論在事業和金錢方面 亦會有進步 但空星方面亦是不可忽視 空星方面第一時間見到物月星 物月星代表著需要適應一些新環境 有機會因為去年是犯太歲的生肖 所以比較多一些變化 所以今年有機會適應一些新的環境 或者一些新的伴侶 便要特別小心 同一時間見到有病符空星 所以新一年亦容易有小病小癢 所以屬府的朋友仔 在新一年來說 亦要格外注意你的健康 特別在精月和農曆七月 亦可以去捐血或洗牙 亦可以降低對健康不利的因素 熟透的朋友仔 你今年犯太歲的新潮 而你所犯的太歲是直太歲 正所謂太歲當頭做 無喜恐有禍 所以犯太歲的朋友 在新一年最好做喜事充喜 甚麼為喜事 結婚 添丁 買樓 藏業利益 亦是喜事 如果你說新一年做不到喜事 亦不需要擔心 亦可以參與多些身邊的人喜事 例如去朋友的八日宴 或者婚宴 亦有助提升到的運勢 還有犯太歲的朋友仔 記得LIKE 在2月4日立了窗後 亦可以去雙熟的廟宇摺太歲 自然可以降低犯太歲對你的影響 雖然熟透的朋友仔 今年你是犯太歲的新潮 不過今年亦有更多的吉星幫助 所以整體運程相當不錯 第一時間看到文昌星 文昌星亦是對從事文職工作的朋友仔 特別有利的星 文昌星亦是代表著 可能還在讀書的朋友仔 今年學業成績亦會出現進步 首先文職工作的朋友仔 看到文昌星 但從事母職工作的朋友仔 也看到漲星 漲星亦是代表著大漲之財 所以如果你是從事母職工作的朋友仔 例如紀律部隊 今年亦容易升職加薪 同一時間 亦有兩顆大財星 就是欲堂吉星 欲堂吉星亦代表著金玉滿堂 收穫滿滿的意思 所以新一年熟透的朋友仔 亦很容易在投資方面有機會獲利 另外亦看到金桂吉星 金桂吉星 顧名思義 好像撞滿金銀財寶的貴 所以看到有兩顆大財星 無論在試運和財運方面都認真不錯 空星方面 亦看到有劍鋒星和伏斯星 劍鋒星亦是一顆容易受到金屬所選的星 所以我熟透的朋友仔 在過馬路或駕駛時一定要格外注意 同一時間 在農曆二月和農曆八月 亦可以主動捐血或洗牙 亦可以降低血光之災 金服斯星是代表著 對家宅運和健康運比較不利的星 所以熟透的朋友仔 新一年記得去醫院做一個詳細的身體檢查 事事順利 熟龍的朋友仔來到兔年 你們是犯太歲的新潮 而你所犯的太歲就是害太歲 害太歲亦有一個比小人陷害 有些是非小人比較多的問題 不過他們亦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始終你不是一個充太歲和直太歲的新潮 所受太歲的影響亦比較輕微 而是比較擔心的話 亦可以在二月四日立了窗後 去一些廟宇接太歲 自然化解得到 同一時間 今年也是熟龍的朋友仔的財運年 賺錢方面非常順利 所以財運方面絕對不用擔心 工作運方面 看到太陽吉星 太陽吉星代表著一顆男性貴人星 所以假設你從事的行業和一些男性有關 例如一些男士服飾 或者一些汽車 或者一些中標行業 新一年工作方面也相當不錯 同一時間 如果你說我從事的行業不關男性事 可能和女性有關也不需要擔心 因為假設你的上司或老闆是男性的話 新一年會將你提高一些 亦容易升職加人工的機會 除了太陽吉星之外 亦看到有天空吉星 天空吉星亦代表著一些創作創意的意思 假設你從事的行業和一些藝術 創作和寫作有關的話 新一年亦會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事方面亦可以更上一層樓 整體來說亦相當不錯 雖然吉星的幫助亦較大 不過空星方面亦要留意一下 空星方面有把握空星 把握空星代表著甚麼 代表著新一年有機會需要轉換工作 不過也不用擔心 因為始終有顧慰人幫忙 所以新一年你說要轉換工作 有機會是越轉越好 同一時間還有另一顆空星 就是一個晦氣空星 晦氣空星代表著容易因為無心之失 來得罪別人 想到熟龍的朋友仔 新一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記住平時一定要小說話多做事 自然可以萬事大吉 來到新一年熟死的朋友仔 終於脫離去年營炭稅的影響 今年熟死的朋友仔和太歲無衝無合 整體運程亦比較平穩和和順 今年熟死的朋友仔工作星千年 顧名思義 今年熟死的朋友仔工作運動相當不錯 亦有機會升職和加工 吉星方面見到有逆馬星 逆馬星第一要動中身材 想熟死的朋友仔最好到處走 到處走的話自然可以試試順利裁員廣盡 同一時間 假設宿舍的朋友仔 你不知的公司是一些外資公司 今年的運程相當不錯 如果不是的話 亦可以致責出門的機會 例如自己去旅行 或主動申請出外辦公的機會 同一時間見到有天月貴隱星 天月貴隱星是一顆大貴隱星 凡事都可以逢空化 如果有任何難關的話 亦會出現一些貴隱幫你解決 雖然吉星比較多 不過空星方面也要留意一下 空星方面見到有喪門星和孤神星 喪門星是顧名思義的 就是一顆對於家宰不是太有利的星 屬於整片野宰 平日記得要回家多陪父母 家中可以進入小型裝修 或跟換家局提升家宰運 正所謂男忌孤神 女忌寡叔 見到孤神星 屬於宿舍的朋友 很多時候亦容易陷入一個問題 就是孤方至上 經常不把自己內心感受和伴侶分享 久而久之很容易產生情緒問題 建議宿舍的朋友 有甚麼想法可以主動和伴侶分享 感情方面自然會試試上你 屬馬的朋友來到新一年 亦是犯太歲的生肖之一 而所犯的太歲就是破太歲 破亦是破衛人員 破衛人際關係的意思 所以新一年的人際關係不算太理想 不過亦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今年是正桃花的生肖 今年見到天起桃花星 天起桃花星特別有添丁 所以屬馬的朋友 假設我結婚不久 我想做新手的父母 今年亦是不錯的機會 至於單身的馬仔馬女 今年亦容易遇到合適的對象 整體來說運程相當不錯 同一時間 亦是屬馬的朋友的貴人年份 今年亦是工作星千年 所以工作方面亦相當不錯 同一時間亦看到有太陰吉星 太陰吉星是一粒女性的貴人星 顧名思義 亦代表屬馬的朋友 假設你從事的行業和女性有關 例如珠寶 化妝 美容 女士服飾等等 新一年你們的運程相當不錯 工作方面亦有貴人支持到你 所以整體來說 無論是事業和財運 感情方面亦相當理想 康星方面亦看到有貫索和歐神星 貫索和歐神星亦是拉拉斜斜 苟前不清的意思 再加上屬馬的朋友 今年是破碎的新潮 所以當同人合作時 一定要搞清楚雙方的利益 特別是簽署文件合約前 一定要張開眼睛看清楚看錯 自然不會有任何損失 肅羊的朋友在這裡認真恭喜你 因為今年是你們的財運年 所以財運方面亦非常順利 無論是正財和偏財方面亦相當理想 同一時間肅羊的朋友 今年亦是開卯美三合的新潮 所以在人者關係方面簡直如有神助 很容易得到貴人的幫忙 吉星方面今年亦比較多 第一時間亦看到有三台吉星 三台吉星亦代表一級一級低級進步的意思 所以屬羊的朋友今年亦很容易得到 升職加人工的機會 同一時間亦看到有八座吉星 八座吉星亦是一個比較有力的星 所以屬羊的朋友今年做事方面非常順利 試試亦得到貴人的幫忙 另外亦看到有天解吉星 天解吉星亦代表上天幫你解決困難的意思 所以無論遇到任何難關都好 亦都有人幫助你 另外亦看到有一個吉星 華蓋吉星 華蓋吉星是代表以前皇帝出秦那把傘 所以亦代表著 如果你從事和藝術、創作、圓學方面有關 今年亦很容易看高一線 但有一個問題出現 華蓋星很容易陷入孤方自想的問題 自己把自己看得太高 所以屬羊的朋友也要注意這一點 空星方面亦看到有五鬼空星 五鬼空星亦代表著 人很容易疑神疑鬼 經常想太多 特別是有伴侶的朋友 經常懷疑伴侶會不會出軌 伴侶會不會對我不住 其實不需要想太多 同一時間亦看到有官府空星 官府空星亦代表著容易是非官非問題 所以屬羊的朋友 無論合作做生意也好 投資也好 甚至做任何事也好 亦要看清楚合約文件 否則亦很容易出問題 另外亦看到有血印星 血印星亦代表著很容易手手腳腳弄傷的意思 所以屬羊的朋友只要萬事小心便自然沒有問題 來到新一年 屬羊的朋友今年終於擺脫去年沖泰稅的影響 沖泰稅的年份亦很容易有不少變化 無論是一些感情 事業 財運 甚至住屋健康方面亦容易有些變化 今年與泰稅無衝無合 整體運程亦比較平穩和順很多 同一時間亦看到屬羊的朋友 今年是你們的學習年 學習年 假設你們還在讀書的小朋友 今年學業成績亦會見到相當大的進步 如果你說不是 出來做了事 亦可以把握機會 在學習年亦可以參與不同的進修活動 例如參加業內講座 亦有助提升行業知名度 同一時間 屬羊的朋友亦比較多吉星 亦有個月得貴隱星 月得貴隱星亦代表很容易得到別人的幫助 今年所認識的朋友亦會比較仁慈 心地比較好的意思 同一時間亦有國印貴隱星 國印貴隱星代表大權在握的意思 因為國印貴隱亦代表古時候的將軍的歲印 所以新一年亦容易升職加人工的機會 另外亦有地解骨星 地解骨星亦代表當你遇到難關 自然有人會扶你一把 所以新一年的運程亦相當不錯 但空星方面 有一個小號星 小號星顧名思義 代表一顆小破財星 既然是小破財星 很簡單 如果女士們喜歡甚麼包包或手飾 就主動買了它 男士方面 亦可以買喜歡的汽車或中標 主動破一個歡喜財 自然沒有問題 另外有一個死符星 死符星亦是一顆對家宅運 健康運比較不利的升 所以熟悉的朋友雖然脫離了沖泰稅的影響 不過亦不能忽視健康 每年記得要做另一個身體檢查 自然可以身體健康 熟悉的朋友 來到兔年 你們是犯泰稅的新潮 而你所犯泰稅就叫沖泰稅 因為今年卯有雙沖 正所謂一起擋三追 無起就自非來 所以在沖泰稅的年份 最好做起事充起 何以為起事 結婚 添丁 買樓 創業等 亦是起事 所以熟悉的朋友仔 只要做多些起事 自然可以化解一些不利的影響 同一時間 今年也看到熟悉的朋友仔 今年是一個學習運比較強勁的年份 所以在沖泰稅的年份 亦不妨主動進修一下 亦可以學習一些行內知識 或參加多些研討會 自然可以令到你的事業越走越順 雖然今年你們是沖泰稅的新潮 同一時間也見不到任何的吉星幫忙 整年來說也有吉星獻鳳 不過亦不需要氣餘 因為金子總是會發亮 當你運氣不好時 你自己好好的充備一下自己 你的運程自然愈來愈好 吉星方面沒有 但空星方面亦比較多 第一時間熟悉的朋友仔 見到大號空星 大號空星代表大破財星 不過剛才也有跟大家說 熟悉的朋友仔 新一年最好做起事充氣 例如結婚 添丁 創業買樓 這些全部都有機會破財 所以做起事不需要太過擔心 另外也見到一個欄杆星 欄杆星代表屬家的朋友仔 在新一年做起方面很容易一波三折 所以也建議屬家的朋友仔 新一年也要有一個強大的心理準備 關關難過關關過 同一時間也見到一個障礙空星 障礙空星代表容易受傷或少意外 所以在這裡也建議屬家的朋友仔 記得在二月四學立了槍之後 也可以去攝太歲 同一時間在農曆二月和農曆八月 也可以主動捐血洗顏 也可以化解血光之災 屬家的朋友仔來到新一年 今年是合太歲的新潮 而你今年整體運程相當不錯 因為今年除了合太歲方面 也是你的財運年 所以無論是正財 偏財方面 也相當理想 屬家的朋友仔 在投資或投注方面 也可略為盡取少少少 看看有沒有機會 以刀仔鋸帶著的方式 來獲得意外之財 同一時間也見到 屬家的朋友仔 有兩顆強而有力的吉星 分別是紫微和龍德星 這兩顆吉星高照的話 亦預意著屬家的朋友仔 無論在事業方面 財運方面 亦如魚得水 非常有利的意思 在工作方面更有機會可以更上一層樓 所以屬家的朋友仔 記得要好好把握機會 所以在空星方面也不能忽視 空星方面 看到有暴霸星 暴霸星也代表著 財運上落會比較大 所以投資方面 投資也有教大家 以刀仔鋸帶著的方式 千萬不要太過貪心 不然到頭來只剩下一個吉 另外看到有天鴨星 天鴨空星也是一顆不利出門的星 所以新一年屬家的朋友仔 假設你要去旅行的話 記得要提前買一份旅遊保險 同一時間也不要參與高危險性活動 例如冰珠針 潛水 滑水 滑雪等等 亦是比較不利的 來到新一年屬家的朋友仔 你們是合泰水的新潮 合泰水亦有一個穩定和合的意思 工作方面容易遇到貴人幫忙 而你們今年多勞多得的年份 所以記得要多多努力 自然會有所收穫 但很可惜今年吉星方面完全見不到 所以屬豬的朋友仔 今年凡事也要靠自己 千萬不要太過懶惰 否則收穫會比較少 空星方面也比較多 第一時間見到白虎空星 白虎空星也代表屬豬的朋友仔 在新一年很容易遇到一些比較强勢野蠻的女性 工作上遇到只有一個字 就是忍 忍 忍 否則會影響到你的工作表現 同一時間也見到另一顆空星 就是指背空星 指背空星顧名思義 亦代表有人睹你背脊的意思 屬豬的朋友仔繼續喝下去 另外亦見到有大煞和非連空星 這兩顆空星亦代表容易有小意外 小災禍 屬豬的朋友千萬不要參與高危險性活動 例如高危險性的機動遊戲 滑雪 滑水等等 自然可以事事順利 十二個生肖運程亦和大家分享完了 如果大家想深入了解的話 記得去各大71便利點 靠躺平霞套連運程書